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阎学侯老人带领我们在一间大宅院中 找到了一处神秘的地下通道 这个由钢筋水泥搭建起的地下通道 结构厚实 规模延长 为什么要在此修建通道呢 往里探寻 微弱的光线通往另一个出口 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西州当地一直流传着神秘传说 相传几十年前 曾有人从旧花台下面翻出了几大乡沉甸甸的金砖 更有传闻 西州的地下埋藏着一卡车的黄金 这座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大理小镇 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离奇故事 能够诞生这样的传说呢 西州 位于大理的北部 东底尔海 西靠沧山 这里衣山傍水 风景独特 唐代南兆国时期 南兆王及其家属经常离开王都到此居住 今天是古镇村民举行插秧会的日子 这种历经百年的仪式 是每年插秧之前祈祷风调雨顺 五股方当的活动 开秧门仪式结束后 村民们会一直敲插打鼓 穿过整个村镇 但西州的财富并不来自农业 而是和他们背后大宅院的主人 西州商邦有关系 今天 西州商邦四大家族之一的后人 严学侯老人 带领我们走进了西州镇的严家大院 严家宅院的风格有着典型的白族建筑的特点 高大气派的罩壁 飞檐翘角的门头 门窗的雕花别致 屋内的壁画也精美不俗 匆匆欣赏过这座具有大理特色的古建筑后 延续好老人带领我们走进了这座宅院中一个僻静的院路 这座宅院的房屋虽然是由白族人修建 却没有大理建筑风格中常见的三房一兆壁 它主体是一座三层高的洋楼 虽然已经年久废弃 却没有被破坏 据说当时修建洋楼的灰浆 水泥 都是从英国进口 有的装饰材料则来自于意大利 盐子珍就是1919年建成的盐家大院的主人 它是一位商业奇才 从13岁起以微薄的借贷资本企家独立门户 并以跑马帮的方式贩卖茶叶剥品 几年后还继承了严家的生意 它这些拉杆都是手工 我们进入洋楼内部并没有看到更多的陈设 除了木制楼梯和空空如也的房屋 什么也没有留下 盐家的财富仿佛已经烟消云散 这个结构学得好 这有阳台 在这个阳台就可以看到整个汽车的缺帽 这气派的阳楼位于盐家一进寺院的最后一个院路 而盐家大院又刚好位于喜州镇中心四方街的西南角 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喜州镇的中心 能够在这里建阳楼 可见盐家的实力 盐家的财富有多少呢 据说他与彭永昌合伴的永昌祥商套 规模空前庞大 经营的商品项目从茶叶到布匹 从金银到药菜 晚期还买卖汽车 营销网络覆盖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 难过了衣食住行等的各个领域 到1943年 盐家资本总额达2000多万银元 据有关资料记载 按现在的货币计算 其资产约为20至30亿人民币 可是盐家的财富又从何而来呢 商人盐子珍如何经商 才能在马帮商队众多的喜洲脱颖而出呢 一种特殊的商品成为盐家迅速崛起的关键 这家喜洲街上的喜运居店铺 正在制作一种叫做鸵茶的商品 将蒸好的茶叶放在纱布中压紧 然后放入压榨机中 依靠人力把茶压成中空半圆的形状 为何要将茶压成这种特殊形状呢 据说这种创意就来自盐家 它可以说是制茶技术的一次革命 来到盐学侯老人家中 我们再一次见到了拓茶 原来拓茶正是由盐子珍发明 以前的马帮运茶大多是条状的砖茶或者饼茶 盐子珍在买卖茶叶的过程中 发现密度过大的茶柄遭雨淋湿 就会出现发霉变质的问题 为此盐子珍多次遭遇巨大损失 怎么样才能避免茶叶进水呢 经过反复的尝试 它发现碗状的茶坨在运输途中 既能像伞一样给下面的茶坨挡雨 又能避免自身过度进水 并且茶坨之间还留有空间 起到透气的作用 一种新的制茶方式诞生了 它就是坨茶 盐子珍的发明令它的茶叶迅速占领市场 不过这还不是坨茶全部的秘密 坨茶中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神秘配方 年近八旬的董承汉老人记忆中的五千两黄金又从何而来 经继续收看 喜洲富豪福地 盐家发明的坨茶并不仅仅是造型上的改变 令盐家发财致富的坨茶还有别的秘密 坨茶里面的底茶 抓多少 这个抓110克 然后再抓这个茶 然后再抓这个 这是坨茶里面的盖茶 就是面子茶 这个要抓150克 总共260克 因为它这个坨茶它有一定的比例 对多了口感就不好 原来制作坨茶的过程中对茶叶的选择十分独特 盐家的坨茶之所以能在茶叶市场上出类拔萃 关键就是其神秘特殊的选料和配比 这坨茶制作是不是还有秘密方 它有配方的 为什么要配方 它是因为它这个茶叶 假就它的味 据我们知道 就是它在林茶的 富豪的 还有普洪的 这些又几座沙沙的茶 能够做成这个茶叶 它的配方就是 严家的永昌祥商号将传统的制茶加工粗放 导致汤色变红的缺点克服 生产出了优质的绿汤上等下官坨茶 1923年永昌祥商号注册了蓝色的松鹤商标 大规模的拖茶出现 使云南制茶工艺发生革命性改变 产量大增 一时间 茶叶的原料基地 由西双板纳 扩展为锦骨 猛酷和凤青 同时 加工基地也逐渐从义武 普尔 扩展到下官和昆明 发财支付的严家 在喜洲和大理修建了学校和医院 回报社会 严家大院和精美别致的羊楼 也是在那个时期修建的 这宅院中是否会深藏着传说中的宝藏呢 在严家大院后方的一片竹林深处 严学后老人带领设置组 找到了一个显为人知的地道 往里探寻 由于空气潮湿 摄像机无法拍摄 这个密道的内部 也因为长年积水 已经无法通入 1939至1945年 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 永昌响商号陷入停滞阶段 当时严家商人 修建了这个地道 有人说是为了避难 有人说是为了唐金 不过国难当头 严家捐给国家大笔款项用于抗战 同时也把资本从战争中的云南 逐渐转移到香港和国外 此时严家在喜洲的资产 也只剩下这些空空如也的宅院 除了喜洲商人留下来的附家花园 古镇还有很多当年富商留下的生活印记 在喜洲的四方街 经常能看到制作这种特别的小吃 叫做喜洲八把 它有着与众不同的烘烤方法 饼子抛入锅内 是因为饼坯经过油酥非常软 不好拿 然后在一个碳盘上 再盖上另一个顶炉 两面同时烘烤 只要三四分钟 就能制作出两面均匀焦黄的酥饼 酥饼面皮松脆 咸味的肉馅中有轩微火腿 葱花 如果是甜味的 则可以选择豆沙馅和玫瑰馅 无论哪一种口味 都讲究酥脆和松软巧妙的结合 从喜洲八把 我们可以看出 当年喜洲商帮对生活的考究 当然 如今只要进入喜洲地界 每一个客人都能品尝到 在一大批商人的出现后 喜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圈子住学 扶贫 济困 修建了图书馆 医院和学校等机构 当时修建的舞台中学 甚至还接纳了二战期间 武汉华中大学的师生 徐悲鸿当年也在这里 给学生上过美术课 这些移民 使得喜洲人 对于现代文化和技术的认知 有了一个跨越 另一个富商 董成龙的发迹 就与他们接受新文化有关 他后来的财富 甚至超过了之前的 颜子珍 我们特地拜访了董成汉老人 董家的历史 他最未了解 因为他年轻时 曾在董家长期做记账工作 董成汉老人 要带我们看他的收藏 上面是工作室 我的工作 据说这里面藏着当年的故事 多年在董家工作的他 是否会留有什么宝贝呢 老人拿出一个金片烟盒 据说当年家里 曾特制过金砖 就可能与他的大小差不多 金片烟 金片烟 这个是由缅甸拿出来的 而问起关于财富的故事 老人打开了一本相册 为我们介绍了一位重要的人物 这是我的相册 就这个 这个照片 1946年元旦 1946年元旦 五千两环金 五千两环金 到缅甸 以后他怕到 他事物怕到错了 以后 他也 他们把他杀害了 是这个人吗 就是这个人 这叫董什么 董福明 在董承汉老人的介绍中 我们了解到 照片中的这位年轻人 是喜洲商帮四大家董家的后人 他是董家富商董承农的侄子 四十年代 四十年代由于战乱 他携带着巨额的黄金 跑到缅甸 因为人生地不熟 又没有做好恰当的保护 遭遇劫力身亡 虽然这份巨额财产 复制东流 其实只是董家庞大资产的 一小部分 董家的财富 又是从何而来呢 神奇的抓染法 是董家经商的秘诀吗 董承农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 让他一夜暴富 喜洲镇浓厚的商业氛围 又从何而来 请继续收看 喜洲富豪福地 董承农是喜洲四大商帮中 与颜子珍一样富有的巨商 但他主要从事的是进出口贸易 早年在生意场上 起起伏伏的董承农 开办了小规模的西庆祥商号 经营布匹 棉纱等贸易 董家和其他喜洲的商人 把茶叶销往外地的同时 又购买了大量的布匹棉纱 带入喜洲 形成了另一条东西贸易的路线 而进入云南的布料 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 因为云南少数民族 有各自喜欢的花色 需要自己制作 这个商业机会 成了董家致富的关键 他的染布方法很特别 喜洲以北的周成村 至今仍是一座 以手工艺渣染为主的村落 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扎染 染出的布料 花色各异 图案精巧 有典型的白组风格 而且经过技术的革新 还出现了很多特殊的染布方法 我们来到了一家扎染铺 这家人正在制作一种 名叫抓染的染布法 这不一样 这是抓染 抓染 抓染跟扎染是不一样的 扎染它必须用那个 蒸一蒸一蒸的扎 这抓染随便拎出来 它切开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床是不均匀的 如此简单的方法 能染得出像样的衣服吗 拔紧一点 毫无任何经验的我们 能染出一块布料吗 在哪儿染啊 染布的师傅介绍到 通过一种热染的方法 就可以很快地 让布料上色 在高温的蒸煮之下 以把蓝根为主的染料 很快就把白布染蓝 大约十多分钟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瓢洗了 我们的染色是否能成功 迫不及待地拆线之后 果然看到了抓染留下的 布规则斑纹 这个就这个 这个扎的就好一些啊 抓染通过绳子的捆扎 让衣服出现了一种 有规则 但又随意的 块状斑纹 它不同于传统扎染 让布料的图案 更具现代感 这是现代西州商人 聪明才智的体现 传统的扎染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验 村中很多扎布的 都是老人 工作一天 也只能挣七八块钱 董家的商人 对此并不满足 要在西州商榜中 拔得头丑 董成农 寻找到另一个方向 就以前留着纺纱用的 在董承汉老人的家中 除了保留着一些 古老纺织机配件外 在他的办公桌上 经常摆放着 各种贴着标签的小瓶子 还有一些精巧的仪器 这是在董家工作后留下的 因为对新的知识的敏感 四十年代 董成农得知了 云南各旧废矿中 含有乌纱的消息 之后他便通过化验和勘探 从大量被人们废弃的矿渣中 找到了值钱的宝贝 一业报复的董成农创办了大城实业公司 当时仅经销乌纱这一项业务 就能年赚新颠币五千万元 成为比严家更富有的巨商 董成农创办了美金工厂 但是这个我也不敢问 他在云南省 云南仁丹一小院 并俊小院 他盖了这个 勇于创造 敢于探索 在董家和严家代表下的四大商帮背后 还出现了一百二十多家大小不一的商库 经营各种贸易 赚了钱之后 他们又回到喜州 兴建学校 图书馆 改变了喜州的面貌 那么喜州 为什么能孕育出如此多的商人呢 大力学院的张希露教授 对喜州商帮有很多研究 在他看来 喜州的商帮贸易 源自于古老的丝绸之路 中国有两条丝路嘛 西北有一条丝绸之路 不说了 我们西南的 鼠 然后呢 殿 印棉古道 这个路呢 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 它又叫做 鼠原毒古道 这条千百年留下的 鼠原毒古道 贩卖私制品 与瓷器到东南亚客国 与通往西藏方向的 茶马古道一起 都要汇聚到大理喜州 喜州镇 便拥有了 孕育商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由于二战导致社会动荡 许多沿海地区的商人 受到制约 而云南属于战略后房 相对稳定的环境 让喜州商邦 得到进一步发展 如今 延续后老人 在收集资料 整理家谱 虽然古老的喜州商邦 已经成为历史 但他希望 把这些经验流传下去 给后人带来启发 而家谱就是一个家族发展的历史 董承汉老人 则经常陪老伴 在院子里拉二胡 回忆过去董家的往事 抗战时期 董家曾从国外 买了五十多辆卡车 运往云南 还传闻有上亿元的美元债券 因为战争的原因不知去向 但这已是过往云烟 传说中藏在地下的财富 似乎没人在关心 喜州人关心的 是用自己的双手 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一把重打百斤的大刀 常年存放在 凤与古镇的一所普通学校里 是古代战争遗留的特殊兵器吗 凤与镇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敬请收看昨天中国百计系列片 中国古镇第28集 剩余文武有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